大家好,我是余波 拍了五年片 我終於入手了第一部360的全景相機 它就是 Insta360 X4 波,你這麼遲才買 其實很多人已經在使用了 你打開IG Views,很多男騎女騎都在使用了 我拍了這麼久的YouTube片 為何終於肯用360 Cam 有甚麼原因會令我使用呢 接下來就要講一下我對360全景相機的要求 Insta360 X4 搭載360度視角 為運動而生的機體設計 還有AI軟件 是市面上功能最豐富的全景運動相機 它有超清晰的8K解釋度 支援影片格式H265 畫質比5.7K多78% 有電影級數的畫面 有更高的清晰度 拍攝時再取景 令到影片後製時 你用到更多不同的畫面 就像之前大家看過陳小姐的求婚片一樣 基本上我插了一個Cam 按鍵、開機 就可以無死角地收錄所有的畫面 大家平時看過YouTube出片 我都是用1080p輸出的 8K解釋到影片檔案 可以令我後期剪接的時候 有更多畫面讓我放大 取景、找角度再放大 我平時拍片習慣用50或60fps 讓我開車的畫面感覺流暢一些 速度感也會真實一些 它支援5.7K、60fps 如果我用360畫面出片的話 我直接用這個模式拍 拍出來的畫面角度就剛剛好 適合我剪片的設定了 就算我的360cam的角度放錯了 鏡頭不是對著自己的 不要緊,影片不會炒車 因為X4有360的水平校正 無論你是怎樣安裝 你的影片都是用這個完美的水平畫面呈現 就像你們看到的那樣 假如有一天我拍片 我很清楚自己的取景角度 我就直接好像以前一樣用單鏡頭模式 固定電單車的手把或左右鏡 拍攝自己的樣子 就即是大家平時看到我開車的畫面 Insta360 X4有最強的防震 完全不擔心拍出來的畫面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單桿引擎就出名真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電線錄到的手把 是真的一樣的 而我拍出來給大家看的畫面 是這樣的 至於畫質方面是怎樣 我搬入元朗之後 我在大山開車 平時我都會把X4夾在車頭上 日光拍攝的畫面是完全沒問題的 不過又老實說 現在的鏡頭和晶片科技這麼厲害 日光日白拍片九成都沒問題的 反而你們最多看到我的是拍 夜景 夜景的光暗畫面才是重點 夜晚拍片可以開到HDR模式 它最大支援5.7K 30格 在這麼低光的環境 拍出來的畫面一樣都是這麼清楚 就像這樣 夜景的光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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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大家最擔心不小心整花鏡頭的問題 它現在還有鏡頭保護鏡 不過我實測過 下雨就不好用了 因為它這裡會有機會入水 入水之後還會有下氣出現 所以鏡頭保護蓋 它是為你日光日白使用的 那你就不需要再擔心整花鏡頭的問題 對我來說 拍攝的配置已經滿足我的要求和需要 之後大家最關心的 亦都是我最關心的 電池續航力 平時我拍電單車片 一拍攝機 30至60分鐘走不掉 我自己就不可能開車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換電 換機或者充電 所以我最基本要求的360 CAM 有45分鐘以上的電池續航力 確保我可以在家裏拍攝機 去到我目的地的時候 我可以很順暢地拍齊所有東西 不用換電 在以前的360全景相機裡面 高畫質拍攝加上溫度影響 是會令到電池續航力下降得極快 但我又沒有理由設定畫質配置 來遷就我的電池容量 今代的360 X4 電池容量升到2290 mAh 運作時間比以前提升多六成有多 以我拍攝5.7K的畫質來說 我試過最多拍到100分鐘 還有10% 對我來說是足夠有餘的 亦都試過在8K拍攝30fps的情況下 可以拍到60至70分鐘左右 完全夠用 而暫時還未出現過過熱和死機的問題 是唯獨有一次拍片拍到沒有電 最後拿出檔案 都沒有像以前一樣有死片的情況 所以INSA360 X4 由你們看我和陳小姐求婚的影片開始 這部機我已經入手了六個月 而我入手最大的主因 就是因為在座各位的年輕人 IG Views 最近我發現有不少人都買了360的全景相機 在Instagram放下你們自己的車鏡片 或者記錄一下自己玩車的畫面 在我買了的時候 大家在我Instagram都見過不少這些片段 在360全景相機裡面 你按一個按鈕就可以錄完全部的畫面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錄完全部的畫面 不信給大家看看 16比9和9比16後期取景撿出來的畫面有什麼分別 你們在Youtube看這部影片 你們會覺得感覺很奇怪 左右兩邊都有黑色光線 有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弟弟的Instagram 在我Instagram裡面看到更多值得的畫面 歡迎這裡 這裡 這裡 作為Youtuber 剪片來說 對我來說是日常 但對於沒有剪片經驗的大家 怎樣才可以把自己拍出來的畫面 變成有趣的短片和身邊的朋友分享呢 以下分享幾個做法給大家 電腦方面 記住Insta360 Studio 在電腦下載了之後 非常容易處理的介面 基本上用它來初步取景和取材 剪片是不會拿機的 直接打開檔案 右邊有齊所有的設定 取景、調色、圖案 直接RAM出來就可以了 沒有電腦的人可以考慮一下 試一下用手機剪片 Insta360 Apps 很多人都不知道拿了一個全景畫面之後 我應該去拿哪些部分出來 現在Insta360 Apps 已經更新了AI取景和混鏡效果 大家只需要用AI推薦的功能 就可以輕鬆拿回片 做完剪接的了 打開Apps 把你的X4連到手機Apps上 相簿裡面可以直接拿回片 點選AI取景 AI會自動幫你分析影片的自拍 高光、人像 或者一些有趣引人注目的景觀 它還有很多音樂和模板選擇 畫面不對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出來修改 直接申請影片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搞太多畫面和花巧的東西 只是想抽一條片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最基本的快速剪接功能 它一樣都做得到 照舊在相簿拿回片 在手機的螢幕拖動 點選你的主體 用深度追蹤3.0 接著有一個虛擬的Chopstick 可以讓你改變回視覺 Insta360 F12的升級演算法 會令你的動作變得更流暢 將你的畫面變成你想要的尺寸 直接外出影片出來 就可以直接在WhatsApp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或者投資人也可以 現在的360全景相機科技 做得越來越成熟了 對於我這些製作複雜 拍片給大家看的我 我多一部全景相機 可以記錄我所有的畫面 而畫質和效能 都終於符合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就入手了Insta360 X4 上上近半年的影片 大家都見過它不少的畫面 包括一些玩語、求婚 或者我平時拍片會拿多部機出來 用來做Backup用 對於在社交媒體上 發佈一些有趣內容的大家 平時大家在馬路開電單車 你都可以靠它無死角地記錄你的行車畫面 將你在香港馬路發生的車鏡片 分享給身邊的人看 這部機就適合你了 相信有很多開電單車的臨騎女騎 你總會見到它在電單車的車頭上插了一部 我這條影片並不是詳細的插評 只是分享一下我個人的見解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上官方網站 留意一下更多的資訊 或者看其他人的影片測評 最後買個小廣告 如果有興趣購買Insta360產品的人 不妨在鐵鐵部份上看一看 而它除了有主機買之外 大部份賣的套裝都是以電單車為主 希望這些資訊會幫到大家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Facebook Page和Follow Instagram 即將有無數的IG Views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GM BGM BGM